第27章 武学馆 溜回房间临动先是将房门反锁,这才背靠着房门松了一口气,玄机走到桌前,将手中的锦盒打开。 锦盒开起露出里面的红绸缎,在那绸缎之上,两株通体血红,宛如燃烧着火焰的灵芝,正安静地躺着,一股诱人的香味散发而出。 活血汁?望着这两株血红的灵芝临动的脸庞上,也是忍不住地浮现一抹喜意,显然也是听说过这种价值相当不菲的三品能药。 这两株活血汁恐怕起码都直上上千两银子啊。 临动嘖嘖赞叹了一声,那等巨款他可从来没有见到过。 临动搓了搓手,将那贴身存放的石符取出来,然后先是贴向一株活血汁。 而在石符的接触下,那株活血汁也是不出意外地迅速枯萎,仿佛其中的精华药力全部都被石符给吞噬了一般。 在将这株活血汁吞噬后,石符当中也是掉落出三枚火红色的丹丸,被临动一把抓住。 丹丸入手竟然是有着淡淡的门凉,临动脸庞上的喜色也是不由自主地浓郁了许多。 看来这活血汁比起他上次侥幸遇见的水晶诸果药力还要更强。 有了这般收获,临动也是将另外一株活血汁用石符吞噬。 最后两株活血汁化为了六枚火红丹丸。 将这六枚火红丹丸收入瓶中,临动方才满意地点了脸头,在床上盘腿坐下,从枕头下取出两个瓶罐。 这两个瓶罐中一个装着两枚由水晶诸果提炼而出的丹丸,另外一个却是数十枚森白色的阴珠。 这些阴珠是这段时间中清潭体内寒气爆发时,临动使用石符吸收而来的。 按照林孝所说,这些阴珠都是拥有着极大的价值,其中所隐含的阴煞之气对于地缘境的高手来说更是极其的重要。 而这些也是临动为自己日后进入地缘境所准备的。 将盛装着水晶诸果丹丸的瓶子取出,临动小心地倒出一粒,然后一咬牙便是将其往嘴巴一塞。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管他价值有多高,先提升了实力再说。 随着那眉丹丸一入体,临动便是感觉到,一股异常精纯的药力瞬息间在体内爆发而开。 在那等浑厚药力下,临动的身体就如同变成了一个贪吃的恶鬼一般,不论是肌肉还是脏腑,都是疯狂地吞噬着那精纯药力。 在整个身体都是开始吞噬时,那流淌在经脉之内的原理种子也是散发出一股股犀利,将一些药力吸收而入,从而令得原理种子越发地壮大。 这般一家子全部动员吸收药力的情景,足足持续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浑厚的药力方才出现了减弱。 如此再度徐徐过了半个小时,临动的双眼也是缓缓睁开。 好强的药力。 睁开双眼,临动感受着体内那越发充沛的力量,以及经脉之中的原理种子,眼中有着掩饰不住的惊喜之色。 这是他第一次服用,这使用三品灵药提炼而出的丹丸,那效果简直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好。 大凡灵药虽说对于身体有着补助之效,但毕竟会因为各种的原因略显斑驳,而临动所吞服的丹丸却全然没有那种斑驳。 那种感觉就如同食服在提炼出丹丸时,也是将那种斑驳之物尽数剔除了一般。 这样一来也令得人体能够完完全全地将这种温和而浑浑的药力彻底吸收。 如此的话,一枚丹丸的效果却是远微灵药可比。 因为这吸收之间不会造成丝毫的浪费,一枚丹丸所取得的效果,别人恐怕得服用数枚三品灵药,方才能够比得上。 原理种子也是越来越壮大,按照这种速度或许要不了太长的时间,便是能够进入脆体第八重。 林栋眼中涌动着兴奋之色,在听得林孝他们将狩猎的希望放在自己身上时,他心中若是说没有压力的话,那是假的。 雷谢两家底子比他们林家厚,而且据说他们这一代的小辈中也是出了一些相当不弱的人物。 林栋想要追赶上他们,显然是要付出不小的努力。 身为林家的人,他自然也是要为这个家族考虑一些,狩猎活动对于林家的名气颇有帮助。 若是这次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以后林家倒也是能够与狂刀武馆一般,与雷谢两家并列。 通北拳与八荒掌,我已经彻底学习会了,明天便去家族的武学馆看看,若是能够学习会一些强力的武学,到时候也能够多几分战力。 林栋难难道,说到底,他的优势还是在于师父的光影教导,有了那东西他能够将武学的威力发挥到极致,所以这个优势可不能抛弃了。 心中有了决意,林栋这才将瓶瓶罐罐收好,然后倒头便是呼呼大睡。 今天这番激战对于他来说,也是让得他颇为的疲惫。 第二天,在林栋再将锻炼课程尽数完成后,便是飞快地赶劝林家,沿途中遇见不少人。 不过,这些以往并不熟弱的人,现在一见到林栋,就主动地上前打着招呼,那自来熟的模样让得林栋颇为不自在,随意地应付了一下,赶忙撤退。 武学馆坐落在林家的后院当中,这里算得上是林家的重地,一般只有经过允许,方才能够进入其中。 在武学馆的门口,有着护卫看守着,不过他们显然也认识林栋,所以在冲着他和善地点了点头后,便是放进其中。 踏进武学馆,一股书香沉淀的味道便是扑面而来。 林栋目光扫了扫,发现这个武学馆的面积颇为不小。 其中纵红交错地树立着一个红木架子,架子上摆满着众多的武学书籍。 如此众多的武学书籍,算是林栋有史以来第一次看见,当下眼中便是涌现了浓郁的火热。 他知道,这里的这些武学书籍,可是林家花费了极为昂贵的代价,方才搜罗而来。 林栋漫步在安静的武学馆中,琳琅满目的武学映入眼帘。 一品武学山崩泉,一品武学旋风腿法,二品武学游身掌。 各种各样的武学看得林栋眼花缭乱,不过他所看见的大多数武学都是一品层次,二品较少,三品的则是一个没有发现。 三品武学都在最里面,这里是找不到的。 在林栋皱眉间,一道娇声突然在身后响起,他连忙回头,却是见到林霞正双臂抱胸,借靠着一个书架笑望着他。 林霞姐,你也在呀。 见到林霞,林栋也是笑道。 林栋表弟,看不出来吗?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林霞走进林栋,将一张俏丽的脸颊凑过来,炎然笑道。 对此,林栋也只能抱于甘笑。 走吧,我带你去看家族的三品武学。 不过爷爷说了,如果没有达到地缘境,还是不宜修炼三品以及其上的武学。 林霞轻哼了一声,然后越过林栋,少女修长的身材显得格外的诱人。 林栋放下手中的一卷二品武学,笑了笑,也是跟了上去。 跟着林霞往深处走了几分钟,书架也是变得少了许多。 最后,林霞的脚步在最后一个书架前停下,说道。 这就是我们林家所有的三品武学了。 林栋好奇地凑过头来,只见得在那架子上面,有着十本古黄色的书卷。 在书卷的旁边还立着单独的木牌,上面有着关于其武学的详细介绍。 三品武学挥风民手,三品武学无痕爪。 林栋的目光扫过这十个木牌,眼睛也是有些亮堂。 这些武学光听名字,就比前面所见到的要更霸气一些。 你不会真想修炼三品武学吧? 一旁的林霞见到林栋这模样,不由得没好气得到。 林栋黑黑笑了笑,刚与不客气地随便挑一本,目光却是突然扫到木架角落出的位置。 在那里居然还有这一卷半黑色的武学书籍。 这是什么? 林栋走上前去,目光有些疑惑地看向书籍旁边的木牌。 三品武学,奇门印,残篇。 无动静。